第十一章的第三节讲的是基因的表现 我们前面讲完DNA如何复制自己 也介绍DNA是遗传物质 那这一节的主题是 那基因如何透过产生蛋白质 来表现出它的特征啊 性状啊等等 所以讲的是基因的表现 我们先复习一下 我们高二第四章 对于基因表现 我们已经学过的东西 首先的基因表现是透过DNA 它上面的基因为主角 DNA透过转入形成mRNA 好可是mRNA并不是马上到细胞质去哦 别急 mRNA呢要在细胞核进行mRNA的修饰 才能形成成熟的mRNA 所以在增核生物这里哦 我要画一条线 这边讲的是增核生物 因为我们有细胞核 在增核细胞里面 你的细胞核会进行转入形成你的mRNA 还要进行mRNA的修饰 那这边主要讲的mRNA的修饰 又被叫做转入后的修饰 转入后进行mRNA的修饰 所以叫转入后的修饰 怎么修饰 那是高三的课程 我们等一下会说 好一旦你的成熟mRNA做出来了 你才可以离开细胞核 进入到细胞质 这是我们增核生物很搞刚的一点 你的mRNA如果没有成熟 是不能到细胞质转移的 成熟之后呢 才能跑到细胞质去 这时候呢会跟核糖体结合 进行转移 转移之后呢会形成多态链 多态链还要经过修饰 才会变成具有三度空间结构的成熟蛋白质 来执行 比如说形成结构或是执行功能 变成构造蛋白或是功能蛋白 而这叫转移 以及多态链的修饰 叫转移后的修饰 好其中你可以分为四部曲 转入转入后的修饰 转移转移后的修饰 其中前两条发生在细胞核 后两条发生在细胞质 这是增核生物的宿命 我们就是分工非常精细 转入跟转入后的修饰 只在细胞核 必须mRNA成熟 才能到细胞质 去进行下一部分的动作 好那科学家对于DNA的表现 他们发现基因 透过产生酵素来执行功能 所以在40年代 毕德跟泰顿提出一个理论 叫做一个基因产生一个酵素 叫做一基因一酵素 1GIN 1N1 他们认为基因透过产生酵素 来执行它的生理功能 来执行表现出它的表征 可是后来发现 我们的蛋白质不一定是酵素 很多不是酵素的蛋白质也很重要 例如说抗体 瘦体 血红素 胰岛素 他们都是蛋白质来执行功能 但他们却不是酵素 所以后来这个理论就说 基因不一定只产生酵素 它产生的是多态 而多态就是最后修制成蛋白 去执行各种功能 所以他们的理论就修正成 一个基因一个多态 1GIN 1POP POP是多 POP是太 所以就是多态 那这是我们过去学到 有关于基因表现的一些理论 一个基因形成一个酵素 后来修正成一个基因形成一个多态 执行它的功能 1GIN 1POP 好 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 我们在高二第四章 高二第四章学到的有关于 基因转入转移的内容 我们现在看这个图 这个图大家还记得吗 因为才刚刚上过没多久 上学起 好 我们就用这个图来说明一下 我现在换一下我的BB颜色 这是DNA DNA有两股 我就称为红色这一股 叫做模板骨 模板 那蓝色这一股呢 叫做边马骨 边马骨 然后红色叫模板骨 所以在DNA复制的 DNA转入的时候 一股为模板骨 一股叫边马骨 跟DNA复制时不一样 复制的时候 两股都是模板骨 两股都要复制 但在转入的时候 一股为模板 一股叫边马 好 那我们看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红色是模板呢 因为我以这一股为模板 做出下面这个NRNA 你看是不是跟它互补 你是G我就是C 你是A我就是U 我是U 因为这是RNA 你是T我就是A 所以我以模板骨为模板 做出了我的NRNA 那我们在高二的时候怎么说 NRNA跟模板骨互补 而模板骨跟边马骨也互补 因此RNA跟边马骨就会一样 所以为什么那股叫做边马骨呢 因为RNA的序列 就是边马骨的序列 只是你的U要改成T 好 所以你看是不是 像这边写起来 CGG CGG 对耶 再来是UAC 好 这边因为没有写 我直接写 是TAC 在这里 对耶 TAC 所以边马是一样的 只是把U改成T 因此我们说DNA有模板骨跟边马骨 你以模板骨为模板 产生出来的NRNA 就会跟边马骨有一样的边马 所以才叫边马骨 好 所以一股叫边马 一股叫边马骨 一股叫模板骨 这是DNA 转入的时候 有两股之分 好 那我产生的NRNA上面 我产生这么多的 AUCG的核甘酸 每三个核甘酸唯一组 形成一个密码子 每三个核甘酸一组 形成一个密码子 每一个密码子对应的一个氨基酸 所以一个密码子 密码子1对氨基酸1 密码子2对氨基酸2 这个过程叫做转易 好 所以我把一些名词也写在旁边 先是转入 然后是转易 为什么 转入就是我透过产生NRNA的过程 把边马骨的边马 放进了NRNA里 所以还是核甘酸 所以是路过去而已 但是当你这个RNA跑到了细胞值之后 我们要找人帮你翻译 什么叫翻译呢 我要把你核甘酸的序列 转变成氨基酸的序列 核甘酸和氨基酸差这么多 所以这个过程需要翻译 我要把你的密码子 核甘酸的边马 翻译成氨基酸的边马 那方法就是密码子对应一个氨基酸 密码子对应一个氨基酸 这个过程我们等一下会说 好所以我们当时在高二 我们至好学到了 DNA有两股 在转入的时候 有边马骨跟模板骨 那以模板骨为模板 转入出NRNA NRNA的序列 就会跟边马骨一样 那NRNA跑到细胞值之后 进行转移 就会以密码子的序列 来决定了氨基酸的序列 好所以现在我们逆着回去走 一个多态链形成了 你的氨基酸序列 是密码子的序列决定的 而密码子的序列 是NRNA的序列决定的 NRNA的序列 是由DNA上编码骨的序列决定的 那不就等于DNA的序列 决定了氨基酸序列 所以我们才会说那句话 Gene make protein protein do everything 基因先想法做出蛋白质 蛋白质在做所有的事情 好这就是基因表现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先复习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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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